首上沾滿止滑粉 檢查繩索 一切準備就緒後便一步一步向上爬 動作熟練且流暢 令人難以相信 27歲約旦男子賈拉 因為疾病緣故失去了一條腿 賈拉十五歲時罹患骨癌 為了治療而截肢失去右腿 但疾病沒有消磨掉她的鬥志 反而激起她的挑戰欲 在學習攀岩的同時 她也意外發現 攀附在險峻的山壁上 比站在平地上更自在 攀岩運動需要手腳力量的協調 賈拉為了維持體能 每週固定到健身房三到四次 每次訓練兩小時 除了約旦境內的高山之外 她也曾攀上非洲最高峰 吉利馬扎羅山 未來還想征服七大洲最高峰 賈拉不只克服病魔 更向全世界證明 雖然失去一條腿 她仍擁有無限勇氣及熱情 華視新聞優如你便宜